是相传四百余年 炎至陛下 气数已尽 已早日退避 不可迟疑 面对众人的苦苦相逼 汉先帝无奈逃到后宫 怎料臣子们不依不饶 竟然也追到了后宫 曹丕的妹妹曹皇后挺身而出 我父亲尚且不敢窜窃皇位 我兄大逆不道 妄想窜汉 皇天不幼 曹皇后的义正言辞 虽然暂时镇住了一些大臣 但等曹皇后一走 他们就把汉先帝拎到朝堂 威胁他如果再不退位 小心性命不保 被逼急了的汉先帝 索性也豁出去了 谁敢杀朕 若非魏王再朝 杀陛下者何止一人 话心怒斥汉先帝 如果不是魏王扶持 你又岂能当上皇帝 这回还不知人图报 难不成是想让天下人 共同讨伐你不成吗